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bu恰恰大家好 這一次呢是我菲尼克史上遇到最大的危機之一 因為呢首先我們有三射手 而且我們的凡恩太棒了 竟然還是走凱撒路 對面有什麼霹靂陣容呢 對面是熊貓加凱格路士兩隻大後期的神角 一棒就把我們敲回溫泉塔了 所以呢 登登我們要怎麼打回優勢呢 我們只能利用射手的優勢 就是趕快把塔給推掉 這一次的剪輯是利用精華的剪輯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精華剪輯影片的話 在影片按下喜歡讓我知道 喜歡的話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喔 其實這場一開始我是想測試 新的電刀跟菲尼克之間的關係 究竟有沒有比較好 可是呢既然遇上了這種霹靂陣容 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把他打完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採取了凡野的行動 因為對面的打野不知道跑去哪裡 而且凡恩跟沃瑪爾在上路跟薩尼對線 欸我們的凡恩好像有一點點壓熊貓欸 究竟是怎麼回事 接著我們趕快使用菲尼克連連看吧 趕快地圖上的資源都吃下來 我很難意外的是熊貓竟然打不贏凡恩 是因為凡恩的大絕招 可以把熊貓直接噴回家裡去嗎 好吧這時候沒血的凡恩 原來他是被熊貓打到沒有血的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次的會戰 越後期的會戰 菲尼克會越弱之前跟大家介紹 因為菲尼克前期依賴飛澤印記 後期飛澤印記傷害真的太低 只能依賴普攻 而且後期的凱格路斯跟熊貓真的是太可怕了 哇 一個激烈的會戰 先使用菲尼克往後拉個距離 欸 還不需要扣著等熊貓過來好了 接著熊貓跳了進來進場 想要殺我們的圖倫 不過沒有關係 咕咕咕喬直接把他爆回了塔 反正鎖定了最低血量的菲尼克 不過我躲進了草叢 謝謝你草叢 謝謝你保護了我 這個時候還不用回家 因為呢 我們已經拉出了一個距離 我們也不可能直接把殘血了我給打死 這時候我們直接用了大絕招 菲尼克輪盤配合菲尼克印記 買到了第一把電刀 謝謝你握馬爾 謝謝你贊助我們 這個時候熊貓跟凱格路斯 在跟圖倫在下路 親親我我的撅慘之後 我們利用射手的優勢 趕快把這座高地塔給推掉 天啊 拆掉一座高地塔 至少壓力沒有那麼大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想要去把下路的熊貓給殺掉 不然他後期真的太可怕 前提雖然已經壓制不住 不過我們永遠不能放棄 加油啊各位 熊貓被我的菲尼克大絕招緩住之後 大絕招也沒有跳到任何人 直接送他回溫泉塔 這場真的太刺激了 凱格路斯也要殺我們的金 恩湯啊和平啊各位 這個時候克里希開了一個大絕招 把我們射手全部秒殺 這場蠻慘的地方是 對面的克里希其實也蠻肥的 他只要開一個大絕招再刷個一技能 基本上我們三射手都會被秒殺 太好了被秒殺之後 對方要逼迫我們的高地塔之後呢 這個凡恩直接被我爆了一刀之後 翻滾之後接 黃標接不到 因為我的普攻比你快 凱格路斯把我的紅buff翻掉之後 休想逃走啊兄弟 恩天叢女兒買到之後 又是一波激烈的會戰 別啊別啊 這個凱格路斯太肥了 我實在是打不動他 好吧這時候跟凡恩決戰了 加油啊凡恩凡恩過來 送了一顆頭之後 凱格路斯也被融化之後 火馬過來克里希開了大絕招 擋不住 這次真的擋不住 喔不過我們的圖倫 一個打五個 圖倫已經四殺了 我需要幫忙 我覺得這一次是我犯的最大的失誤 就是我太早後退了 圖倫三連殺 加油把頭讓給你 哇圖倫五連殺耶 太省了吧各位 好吧這個時候我們終於要贏了 登登 犧牲自己扛一下防禦塔 哎呦我失誤了 這個時候我失誤了 我多扛了一下 如果這一次我少扛一下的話 其實剛剛那一次的勝負 我們就已經定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的裝備非常強 我利用了暴擊 直接把凡恩爆到回溫泉塔 你看菲尼克其實後期只能依賴普攻 所以呢龍骨劍就變成你大後期最好的武器 不過你看熊貓衝了過來 太可怕了熊貓加凱格路斯 完全是擋不住的一個陣容啊 母湯啊各位和平和平一下 我們的圖倫到底能不能擋住凡恩加霧馬 兩個雙控耶 就算他要跑也有點跑不掉 凱格路斯在中路持續的推打 加油啊你看我的暴擊傷害 三下就把紅BUFF給打回溫泉塔去了 完了完了這招滅團的凱格路斯 直接從後方衝過來 我們全部擋不住凱格路斯超爽的大後期 簡直就像玩三國無雙一樣 我們就像小兵克里希來 直接刷了一個蝴蝶飛 哼 三射手陣容就是讚 再加上一個凡恩凱撒路 太危機了 這時候補不起來發起一個指令 就是我們全部衝主堡加油啊 各位這次我們可以久被熊貓 發現了我們的邪惡計畫 怎麼辦 怎麼辦 各位邪惡計畫被發現之後 凱格路斯衝過來一次要把我們殺掉 我覺得凡恩的傷害真的很低耶 他究竟是撐什麼傷害 看起來是撐魔法的傷害 不過凱格路斯似乎有撐魔法防禦 這一次變成了前幾次 來這個凡恩出了 哇 這個凡恩出死神之連耶 好特別喔 雖然 躲掉了我的暴擊傷害 不過我又接了一下普攻 我覺得這個裝備 其實現在對射手來說是沒有什麼用 大部分出復活甲 對你的效益比較高 你看凱格路斯真的超級肥 熊貓跳了過來 咚 直接被踩扁了 就像超級瑪莉的那個 薯餅怪物一樣 好吧這個時候 還是沒有分出勝負 因為克里希持續的收他 不過凱格路斯又來了 一個打三個 我們完全打不動一個 次戰士角色 說差點又說錯了 我們完全打不死一個 刺客戰士的角色 嗯 好啦其實我覺得他比較像刺客 他衝過來真的後期太可怕 凱格路斯滿血獸又來了 完了完了 反正開了一個大絕招 我們好像有點機會 不過克里希向前貼開了一個大絕招 嗯 真的好難打喔這一次 嗯 我都快要出到五王者之間 沒想到勝負還沒有分出來 好煩的一場喔 這一場真的太難打了 遊戲時間快要進入 5 遊戲時間快要進入30分鐘 是我看錯嗎 這時候還是菲尼克最弱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對面犯了一個失誤之後 你們輸了 因為對面犯了一個失誤 接著 凱格路斯在加護馬雙控來送頭 我只要再回一點點血量 這場我們就贏了 加油啊各位 這場其實我們是可以贏的 把兵線趕快推進去 好像其實也不用推 我們趕快贏 5打3真的再不贏 只要對面熊貓沒有秒殺 其中我們兩個射手 我們應該就是贏了 哇 三王者之劍 太神肉 菲尼克 沒想到可以農到這種結果 真的是讓我嚇一跳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這是第一次使用精華的影片 來減菲尼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專精 菲尼克 打野的步步恰恰 電話來了 我要去接囉 掰掰 是我的電話不是你的電話 千萬不要誤會 好吧 我們的圖 拿VP 十字名歸 嗚~~ 讚讚讚讚讚讚 來看一下我打了多少的傷害 十... 十三萬的傷害 掰掰